33 安安大家好我是山田 今天這支影片要來講解數碼寶貝人體聯動手環 二代的操作介面跟手環功能 我們的手環左邊是DIM卡的插槽 右邊有一個插槽是充電線的插槽 上面有個按鈕它是A鍵 A鍵是選單鈕 下面有一個B鍵 B鍵是確定鈕 如果B鍵長按的話是取消跟返回 A鍵按下去它可以切換選單 B鍵按下去它就是進入選單裡面的頁面 在首頁按B鍵的話可以看到這個數字 這個是我們手環帳號的等級 我們首頁看得到的資訊有它的電池量 時間跟能量 還有步數 能量的部分是跟數碼寶貝有關 如果它偵測不到心率的話 它的能量會降低 那我自己是貼在背面貼那個 無痕膠帶 它不知道為什麼 它可以偵測到心率 那我就是用這種方法騙過手錶 這樣我就不用戴在手上了 背面的部分這個圈圈 是偵測心率的感應器 下面這裡有一個開關 那把它關掉再打開 它會需要你重新輸入時間 來切到選單的第一頁是狀態 然後按B鍵確認進去選單 那這裡也一樣 狀態的部分是可以看到我們手環的能量 那再按一次A 那可以看到我們的心率 那再按一次A鍵就是看到我們的步數 目前的累積步數 那再看第二頁的話是我們的 數碼獸的資料 那這邊有屬性呢 然後天數 然後我們按一下A 這是我們的戰鬥力 這隻數碼獸的戰鬥力 這個是戰機 戰機的話 之後會影響到進化的路線 那這個獎盃也是 我們目前 我們看到的這個戰機跟獎盃的數量 還有剛剛在首頁那邊看到的能量 會影響到之後進化的路線 那我們在這個畫面按B鍵的話 它是可以看到 我們之前的進化路線 這是我們一開始的幼年期 那這是第二個階段 然後再來是成長期加碼獸 然後現在就是成熟期 那這邊我們其實 可以按長按B鍵來返回到首頁 我們長按B鍵之後 它就是一樣會跳回來首頁 第三頁的話是 訓練模式 那訓練模式就是可以獲得獎盃 它有分三個階段 就是難度 一個獎盃 然後兩個獎盃 三個獎盃 那這邊的話就是有點像 闖關模式 冒險模式 總共有15關 那獎盃的話 它一天其實可以獲得的數量是有限制的 這邊就可以做一些就是 有拳擊啊跑步啊 掌握起處 那這邊我示範一下 它偵測的話是會偵測行率跟搖擺的次數 那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來假裝你在運動 獲得獎盃 或者你有更好的方式 那這樣它就會完成 就可以獲得兩個獎盃 最少這個可以獲得一個獎盃 那最多是獲得兩個獎盃 那再來第三個這個是要連接手機APP去接任務 才可以才會有任務在這邊出現 冒險的部分就是它有15關 那我現在只有打到第二關 然後選進去它就是 跟以前怪獸打機一樣就是搖步數 你也可以用走路啦 那就是搖到1000步 這由1000步完成1000步之後會遇到怪物 把對方打掉之後就過關 可以到第三關 那總共是15關 如果不想玩的話就一樣常按B鍵取消 放回 剛剛的是訓練模式 再來這個第四個是冰箱 我都是叫它冰箱的 那它就是儲存後備 我就是暫時不想練它 那可以把它放在後備名單 那因為我手啊裡面只有一隻數碼獸 如果把剛剛那隻數碼獸放到後備名單 那我主頁不會出現數碼獸 除非我再去刷新的數碼蛋出來 那這邊也可以把它領回來 那回到主要的手頁 再來這個就是聯動APP 就是可以跟手機APP做互傳數碼獸的動作 那這邊我示範一下 那我們把APP開到傳送的畫面 那這邊手環這邊切到這個選項 那它會叫我們Touch 那記得打開NFC的功能 那這邊我會打勾 然後它就會把我們手環的 數碼獸傳回到手機 那就會有我們的數碼獸的資料在上面 那這邊要回傳的話就是第一個選項 那它回傳比較麻煩要按三次 那這邊因為我有接任務 它會問你要不要連任務一起帶走 那這是回復的醫藥要不要帶一些回復的東西 不要 那我們就可以一樣 把手環切到同一個選項 然後輕碰 那這樣我的數碼獸就又回傳到手環裡面了 那這樣我的數碼獸就又回傳到手環裡面了 那這個是背景 就是我的背景顏色 看你喜歡什麼顏色 什麼背景就選擇喜歡的顏色背景 那這個是亮度 那總共有五個階段 那再來這個是聲音 那它的聲音只有開跟關 它沒辦法切音量 大概是遠古時期的玩具吧 那這個是reset 這個進去如果確定的話 你的手環資料 所有的資料都會被重置 那你的數碼獸如果在手環裡面也會不見 小心誤觸了 以上就是手環的所有功能 大概就是這樣 再來建議的事項 這隻手環的材質 基本上它是很脆弱的 螢幕不小心碰到刮到 也很容易留痕跡 我是建議要貼 保護貼 一定要貼 那再來就是建議充電的時候 盡量用 電腦的USB去做充電 或者是 行動電源它的 電壓5伏特 然後電流1A以下 進行充電 不要用快充的 行動電源 電流1A以上的 行動電源去做充電 那這隻手錶的硬體很快就會損壞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幫我點喜歡 不喜歡這支影片也請幫我點不喜歡 那我們下次 影片見 謝謝大家 手環對戰有兩種 一種是可以打開手機的NFC功能 那打開手環的畫面 直接輕碰 然後進入對戰畫面 那如果遇到對戰的敵人太強 覺得沒辦法打敗他 那我們可以 長按B鍵 繞跑 那這樣就可以逃吧 你就可以打得贏再去打 第二種的對戰方式 就是利用 VSTEM卡 把我們手環的 數碼獸 暫存到 卡片裡面 然後再去插入朋友的手環 這樣也可以 進行第二種的對戰方式 二代手環跟 一代手環 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我們 二代的手環 數碼獸 不會自己睡覺 必須要我們 讓他睡覺 那這邊 A鍵跟B鍵 同時壓下去 他就會進入睡覺的狀態 那進入睡覺狀態 二代手環 他也是算進化的時間 那時間到了他就會進化 但是 如果他還是睡覺狀態的時候 你是必須把他叫醒 他才會進化 那時間到 然後把他叫醒 他就會進入進化的狀態